日前消防局执行一起紧急救护案件 在迅速启动生命制恋之后 成功地挽回一名年轻男子的生命 已经恢复正常生活 而该名男子是在日前 10号特别前往救护车出勤的金城消防分队 针对当时执勤的救护员表示感谢之意 并在现场请教救护人员CPR的技巧 希望在危急时刻也能发挥一己之力帮助他人 今年大连出事 本分队接获洪范街有欧卡案件 那我们救护车出行到达现场的时候 民众已经对患者做CPR 那我们救护人员接手做急救处置 将患者送医 患者在送医过程中以恢复生命真相 经过医院的处置之后 目前已经康复出院 消防局表示 所有的成功救援都是环环相扣的 从平时的宣导民众的勇敢参加 救护员专业的表现 以及医院端的照护 都是这回救护成功的要件 看到家属感激的笑容 就是给第一线消防同仁最大的鼓励 就是给二线消防同仁最大的 谢谢大家